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就位林华书看见到园林新闻 由生心领事安营卫所发起的 分家南好方向向列车华丹 不就关怀的平衡地区 学生的爱心 照封分家南地区的平衡好处 不然是政散加财金 也为这些客户 送上门南的小丁心 华丹在这间 这次进入第100兆 来到最南乡的心情更少办理 园林管理有专业也来到现场 大家请问爱与关怀的丁心 送给这些小朋友 好方向列车的志工 用武道尾行中心疼劳的气氛 由生心领事安营卫所发起的分家 好方向列车华丹 照封中南部的平衡好处 为孩子带来温暖和关怀 华丹也在这间 来到最南乡的心情谷笑 希望透过架附加菜金和小丁心 让学生感受到来自社会温暖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到学校去说要 要告诉各位小朋友 要孝顺父母亲 听老师的话 同学之间要有爱 第二个就是要努力 读书是可以翻转人生 远离贫穷最快的一个方式 第三个就是 要告诉各位小朋友 将来有能力了以后 要回馈这个社会 回馈我们这个国家 第四个就是要告诉各位 要坚持 不要放弃 你一放弃就没有机会 一定要坚持就有机会 这个宗旨大概是这样 这次的华东 刚刚好是第100兆 本年官长长来生 也来到的现场 除了感谢 把这些团队的爱心 也将这些全万爱心的点心 送到每一位小朋友的手中 也希望这些小朋友 大半之后可以回馈社会 今天非常感动 我们云嘉南 幸福列车的列车长 就是我们翁荣辉 前主席 他从第一场到现在第100场 当中大概超过50场以上 通通在云林县 同时他最重要让我感动的是 他本来也是一个平寒的家庭 但是透过他本身的努力 跟透过教育来改变他的人生 我想这个就是非常正面良善的一个循环 所以我在这里除了非常的感动 那也感谢我们翁荣辉 列车长所带领的幸福列车的团队 能够进入到校园 来让我们孩子 对于未来更加有机会 也充满了这个希望 翁荣辉表示 他小孩的时候 家来也很困难 不过他透过努力 特朱来改变他的人生 也来回馈社会 现在才去台未来 向逢幸福列车的活动 可以继续办理 校园幸福列车 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活动 最主要我从小 都受我母亲的影响 对做公益 或是做好事 因一个英年忌讳 来到云林工作 就来做这个 关心偏领学校 就这样做了 一直做 觉得相当有成就感 所以我们就一直这样做做 做到今天刚好满一百场 但是我们还是会 将来还是会 一直做下去 那台这些小朋友 大小后有年龄的时候 也可以奉献自己的力量 帮助社会上 需要帮助的人 把这种爱心的循环 继续团形下去 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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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拆红不多